偌大的一片农田 孤独的立着三栋荒宅 到底是干啥用的 我在网上看到不少人 航拍这三栋宅子 再看评论 各种猜测都有 奇怪的是 这地方就在城区附近 却没见有人去实地解开谜题 直到我亲自来到这儿 才知道为啥没人敢靠近他们 那么他们到底为什么没被拆迁 又是做什么用 最后我们意外的知道了答案 这三座古宅是不是很怪异 大家好我是总叔 我现在在河南新郑 在当地也有很多人飞无人机 绕着这房子住拍一下 但是却没有人敢进这三栋古宅 可能是觉得里边感觉太诡异了 太恐怖了 今天我和永哥正好我们到新郑了 所以咱们就带着大家进去 一探究竟看看 到底是什么古宅 走了 这里有一片荒坟 不知道和这个老宅子有什么关系 宅子就在那儿 大家看到没有 就在一片农田里边 看起来很瘆人 虽然现在是下午吧 但是今天是阴田 在下着雨 很多人说它可能是以前的学校 老学校 也有人说是家族的祠堂 甚至还有人说是驿庄 就是停放尸体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单独这三栋老宅子 被留了下来 没有被拆遣 现在能看到那个二层老宅的房顶 那个宅子上面的脊寿啊 都没了都掉了 现在咱们靠近这老宅子了啊 我心里边还真是有点紧张 哇 里边全是杂草 天啊 没有下角的地方 我现在拿了一棍子 搭到草里的蛇 搜 哇 这个房子雕刻还很漂亮啊 对 上面有这一些 有砖雕 所以这个房子 应该有个百十来年的历史了 最少 这儿有个老台子 哎呀 上来 看这老窗户 看到上面的砖雕没有 非常的漂亮 这是拱旋门 一个远拱的门这是 你慢点啊 哎 好 咱们现在进来啊 先去看一下 里边也挺黑啊 看了没有 推动计划生育 搞好优质服务 这是大概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标语了 我估计啊 这老房子应该是原来的一个宗词 是吧 保留下来了 是吧 然后这个大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啊 改成了一个村委会 这当年放文件的这个立柜啊 还在这儿放着呢 而立柜的上面呢 就是一个上到二层的口 现在已经没有梯子了 老房上不去了 走咱们去看看别的屋子 看看别的老房子 哎呦 天 这就是咱们刚才进的老房子 在这个老房子边呢 还有一个水泥的现代房子 也是荒废了 咱们走到这边来看看 这边似乎更茂密啊 好像完全进不去啊 这植物把建筑整个给长死了 天呀 这也太瘆人了 这是一些现代的水泥构件 那个宅子好像关着门呢 看了 天呀 这么被这个植物啊 整个包在里边 完全裹在里边的宅子 我还是头一次见啊 这太瘆人了 这比看木还剩人呢 这里为什么用这个 砖把门给 把这个窗户给挡住了 整个给堵死了 里边有啥呢 咱们看那门开着没开着 大家看这栋房子啊 比刚才那个漂亮啊 因为它门口还有一个门楼 看到吧 那个上面啊 还有滴水 还有瓦当 能怼开 开着呢 天呀 够瘆人的啊 这屋子里 来拿手电过来 完全 里边特别黑 完全看不见 是不是 这里边好黑啊 好了 咱们让永哥打开手电了啊 进去看一下 有人吗 先看一下 这有猫 吓死我了 嗯 这只猫 猫没事 吓我一跳 有猫 永哥说有猫把他给吓死了 非常安静 突然跑出 这里边真黑啊 哇 这都塌了 大家看 小心啊 二楼的地板全都塌了 现在咱们直接能看到房子底 应该是个围房啊 咱们看完赶紧出去 外边有只猫在叫唤啊 他们可能在警告我们 啥都看不见在屋里边 并且这间屋子里头 有非常重的美味 你看 这都是好几十年前的生产工具 都扔在这了 这还有一个拔仙桌 你看 铁制的拔仙桌 对 这是个啥呀 这个石垢件是个啥东西 这不知道是什么 石垢件 这间屋似乎是个床啊 进来看看 没有很久 没有进去吧 哇 天啊 这应该就是 哇 这是这么多钩子啊 天啊 这房梁上挂着非常多的钩子 这是当时的村民用来挂腊肉的吗 我看这好恐怖啊 这个 有东西 有东西 有东西这里边 我听见是猫叫啊 是老鼠叫啊 不知道 在这里边好像还有一只 咪咪 看不见 只听见声音了 这边有动静 是三只小猫咪 应该是刚才那只 母猫的孩子 刚才那只母猫的孩子 对 有三只 太可爱了 我吓我一跳 我以为什么东西 我也听见一直有动静 对 在这里边 咱们就不管它了 是吧 这三只小猫应该有 有她妈妈照顾 对 有她妈妈照顾 咱就不管了 行了 咱别吓唬她们了 她们害怕 这是一张床 对 那边有两张 不知道是干嘛 这是小猫在这里边出生的 对 这还有古代的人家用的点蜡烛灯台 这是土皮墙 上面就是非常多的钩子 我的天 这钩子有点神人 虽然有可能是钓蜡肉的吧 对 但看着有点神人 这应该是最后一户搬走的 应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对 都是海报 挂历 美女挂历 看一眼那家屋是啥 这地方估计 这地方估计一般人不敢进来 你看大家看了没有 我就站在这个地方 我就站在这个房门前 现在里边是一片漆黑 勇哥打手电来 完全看不见 神手不见六指 这个里面再填开 小心点蜘蛛网 蜘蛛网没事 这是两个床架子 这儿没啥东西了 但是也是好多年都没有人动过 结果呢 各种什么样的 各种之处网 那儿都是他网 两边有小床坊 确实有些神人啊 咱出去了 门给人关上 哎呀 那猫应该是跳窗户进去 是吧 所以说咱们关门不影响他进出 刚才那两间房都是我在前面的引路 这次勇哥勇敢的带刺路 小心点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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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理说呢 勇哥是武术高手啊 应该比我厉害啊 哎呀我们走过来了非常遗憾啊 这个好像锁着呢是吧 锁死了 这间屋子非常奇怪 为什么上了锁 它应该是有主的房子 里边可能还放了东西呢 对 可能是放了农具 嗯 看上面的小隔窗 看起来还是很有腔掉的嘛 是吧 很有历史的嘛 这房子 哎 谁蹲我裤子呢 谁把我裤子蹲掉了 刚才 从窗户这儿看一眼吧 给大家 里边到底是啥 嗯 这个好像有楼梯啊 这有楼梯 这房子有楼梯啊 嗯 看到没有 这是有楼梯的 而且是非常的古老的楼梯啊 这可能有一百年了吧 这楼梯是吧 随便估计啊 因为我看不清啊 大家看到了吗 隐隐约约 可以看到这个前面的楼梯 哇 这房门为啥关闭呢 啊 你好 哎 正好碰到人了啊 咱们出去跟人交流一下 不是 不是 现在是这个文保单位吗 不属于 现在还不属于 还不属于文保单位 哦 但是确实是清代的老宅子 是吧 清代 啊 我们看了看确实挺古老的 里面不得没门 啊 没门啊 对 只要跟这一片探个包围人 都 都带走了 发现的东西都看完以后都带走了 对 我们不是探宝的 我们就是过来看看 过来拍吧 因为我们在网上看 有人那个航拍吗 不是 有人飞飞机 然后好多人说 那到底是啥东西 没人知道 我说我们过来看看吧 看到底是啥 是祠堂还是啥 有人说是祠堂 有人说是寺庙 也不是寺庙 就是住宅 就是住宅 也不是地主 现在就是监察院院长一级 监察院院长 啊 政府里的是吧 是官员 是个清代的官员 清代的官员 那就是监察御史吧 对 对吧 监察御史的宅子 姓什么呀 这个宅子主人 他姓什么呀 宅子主人 姓毛 对 毛 村民说 这座古宅的原主人 是曾跟随新政高阁老的 毛姓清代官员 新政高阁老 就是大名鼎鼎的高拱 明代人 难道啊 这位毛姓官员 先是明代官员 后来转头满清 我没有查到与之相辅 且家乡新政的历史人物 或许只是一个误传吧 当地人啊 非常的警觉啊 刚才一个村民过来问 我们是不是过来探保的 哈 我们是从来不探保 只是拍一拍啊 那刚才跟他聊一聊呢 他说这个地方啊 是一百多年的老宅子 现在是不让拆 原来在这一片地方啊 全都是村庄啊 在2014年的时候 整村搬迁 所以呢 只留下了这三栋房子啊 这个原来啊 是这样的啊 并不是因为这三栋房子 有什么诡异的地方啊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做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个探测出现再见 拜拜